浩子一片欢呼声开香槟庆祝 等了两年终于等到台股站上万点大关 但是这万点却只是昙花一现 就是摸一下好像那个 那个就滑垒成功摸一下就跑了 今天这个这个会一万点惨垒 台股万点行情让股民心情大喜三温暖 早上十点左右指数来到一万零一点九四点 但站都站不稳 股民笑说几乎只为时一秒 中厂收在九千九百一十五点四八点 还跌了百分之零点二二 虽然台积电股价创新高破两百大关 大型的全职股大力光和红海野领军带头冲 但并非人人获利 金融股传产股一片惨率 甚至有股民遭到套牢 一万点只是都能感觉 有来啊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兴奋 你就说哎呀管他的 反正我们都是套牢 其实今天这个万点 有点是外资刻意的利用红海跟台积电拉台 把它带上去过万电的 台股获利到底赚进谁的口袋 看到五二零小英就职 当时市值不到二十四兆 如今冲上约三十兆元 增加六兆换算下来 全台两千三百万人 平均每人财富多二十六万元 但散户人民却是很无感 原来是外资荷包赚满满 光是今年股力就领走了两千五百亿元 外资掌控台股的深沙大权 分析师指出虽然台股沾苹果光 苹概股进来活跳跳 但第一季多数企业的财报出炉不尽理想 短期内万点行情是否在线 有待考验 记者正宗理文科台股报导